这段时间泰国王室很闹腾 各方势力也是你方畅霸我登场 都想趁乱分一杯羹 其中就包含前王妃希拉米 自以为大靠山回来了想负宠 殊不知美梦彻底落空了 摆在希拉米王妃面前有三条负宠之路 只要任何一条可以通行 就能摆脱困境 其一是既希望于泰王念旧情 其二是提帮公当王储 其三是依靠大靠山东山再起 但是现在的情况无比尴尬 所有的路都被堵死 傅宠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对于希拉米王妃来讲 最好的结果就是在皇家别院一样天年 其他的想法实在太奢侈 毕竟现在自己已经52岁 属于妥妥的奶奶被 颜值下降身材也走行 曾经被粉丝夸上天的盛世美颜 现在也不复存在 希拉米必须接受自己人老猪黄的现实 提帮公王子这段时间自身难保 在海外四子面前根本没有竞争力 舅母行动也宣告失败 马哈国王既然准备赢回海外四子 必然会损害提帮公的利益 虽然希拉米的大靠山已经回来 但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肯定没有能力施以援手 这个时候的希拉米很被动 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再折腾下去连现在的待遇也会没有 不得不感慨马哈国王是人间清醒 现在不再沉溺于儿女情长 而是将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 希拉米王妃即使之前有机会赴宠 但是也面临重重困难 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此对于希拉米王妃来讲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分守己 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提帮公 尤其海外四子有望回归 提帮公王子也遭受重创 根本无暇顾及母妃 情况也变得更加糟糕 无论如何希拉米都难以重返王室 可以暂居皇家别院 已经是马哈国王最大的恩赐 如今开学季已经到来 提帮公会再次返回德国 母子分离真是令人心酸 双眉组合之前无比高调 不断晒情侣海报 希望得到马哈国王的锤爱 如今看来真是天真又愚蠢 在双上超高的苏提达面前 瞬间变得黯然失色 其中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希拉米 即使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 也最终沦为宫斗的炮灰 以前既希望于提帮公 希望儿子继位后自己能当太后 现在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马哈国王还是以大局为重 接回海外四子才是最优解 至少可以保证王室统治的延续 至于提帮公母子 大概率会逐渐淡出的大众视野 再也没有王日的风光 马哈国王现在真是拎得轻 一方面打压玉昆家族 另一方面也在跟军方抗衡 即使希拉米昔日的大靠山回来 也只能选择袖手旁观 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现在苏提达王后风光无限 多次陪伴太王出席公务 已经进入核心管理层 有这么狠辣的对手 年轻嫔妃们只能自求多福 否则根本没有好果子吃 前朝局势也在影响后宫 希拉米的处境虽然让人心疼 但是也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如果未来二王子掌权 玉瓦提达王妃才是正牌王后 菲菲希拉米肯定不会有任何头衔 大概率会继续默默无闻下去 菲菲菲 Snoop 菲菲